但是Dorothy其實 最早的時候啊 開始於這個創作的領域跟世界 其實並不在你人生的計畫當中嗎 其實算有 就是希望可以走上插畫這條路 對 然後後來是因為 也是因緣機會之下才 才慢慢越來越多人看見我這樣子 可是一剛開始在讀書的這個階段當中 其實你選擇的科系 並不是跟美術設計相關的科系 所以也導致於你後來其實 並沒有繼續你的學業 對 沒錯 怎麼一回事 因為覺得其實那時候念的 並沒有那麼得心應手 然後也是 因為其實心裡還是喜歡的是 插畫這個部分 那也是因為那時候沒有很得心應手 所以就開始 又開始重拾那個畫筆 因為高中的時候 其實要考學測嘛 就比較那麼 不能那麼常去畫畫 對 然後就 因為這個機會 所以我就開始又開始畫畫了這樣 所以其實有時候人生危機就是轉機 有很多人覺得說 我中間修學 可能好像是一個人生的岔路 但你也因為這個岔路 反而更專心在創作上面 所以開啟了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大門 對啊 對 那後來是 一剛開始我們剛剛提到 你一剛開始其實是在 創意市集裡面活躍是不是 對 就是賣迷信片 賣迷信片 那什麼時候開始在網路上分享 這些手繪的畫作 其實應該是說我是先在網路上面分享 對 在2014年的 2013年的2月的時候 對 然後後來是覺得 粉絲比較熱烈的 熱烈的回應 就是覺得可以做成很多文創商品 對 然後後來在7月的時候 我就在2月到7月這段時間 我就開始在找這些明信片的材質 這些資料 然後還有印表機 對 然後後來7月才開始上市 明信片 所以找印表機的意思是說 你連那個印刷的部分 都是自己在家裡面 用印表機這樣列印出來 完全 完全手工的就對了 對 完全手工 也不進印刷廠 對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可以 就客人要幾張 我就可以印幾張 對 對 等於是一個家庭代工的概念 對 有時候我爸爸媽媽也會 一起幫我包裝 也會加入這個行業 好像是家庭小工廠 在這邊就自己製作了起來 所以其實你一剛開始 把你的作品放到網路上 你有特別希望說 是從網路發跡變成部落客 圖文部落客 有這樣的想法跟概念嗎 其實那時候真的沒有想那麼多耶 就只是想說在網路上 因為那時候其實還滿徬徨的 不知道要做什麼好 對 然後那時候想說 不然在網路上放自己的畫好了 對 因為其實自己也會畫畫 然後結果後來就越來越多人看見 對 所以也算是因緣機會 或者是沒有刻意去經營 卻逐漸的累積 對 真的是 可是到現在到65萬粉絲人數 這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因為很多的明星藝人 他幾乎是沒有辦法達到這個數字的 所以這麼多的粉絲人數 到現在你跟他們互動 或者是在經營上面 有一些自己的秘訣或心法了嗎 我覺得應該是說我的畫 圖文是比較從生活上面 我們就取得靈感 然後大家就會容易在這個部分有共鳴 對 因為我的靈感來自於生活 是以前大家都在經歷的事情 講到靈感來自生活 其實Grofty的創作很特別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繪圖軟體很方便 電腦很方便 所以據我所知 大部分的圖文創作者 他們可能會比較仰賴於繪圖軟體 可是你還是執著在手繪 而且你的手繪是用原子筆去畫 對 沒錯 你的創作歷程大概是怎樣 就是先用原子筆畫出一個草圖 鉛筆 先用鉛筆 對 然後大概的那個形形狀 或者是那個線條 對 然後後來我再用原子筆 把那個輪廓用出來 再上色 包括上色的部分也是原子筆上色嗎 沒有 是色筆 色筆上色 然後原子筆的話 主要就是它整個那個輪廓 沒錯 外框的部分 然後這樣子畫完一張之後 你會再進電腦 掃描 會掃描 對 然後再修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現場帶來這些相框裡面的 都是真正你的手繪草稿 是不是 對 哇 好珍貴喔